今天我们录都晚了 因为早上有事 好像后面现在山都已经绿了 但今年洛杉矶的天气真的不太好 现在都已经两月头上了 还这么冷 我们前两期节目话太多了 然后时间太长了 我们会赶进的 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切入主题 今天要聊什么呢 其实就是聊你们到美国来 还要适应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这位到现在还没有适应的 然后是我已经适应的 就是听到又有闹闹 就是到处有的警笛声 是这样啊 每天真的 每天你都可以在马路上面看到 那个消防车警车 那个911的救护车 三种车 三种车 然后同时每天每天 每天都是几乎N次 为什么想说这个话题呢 其实早上我是看了一位博主 他讲军事的 叫说真话的徐某人 他是在欧洲的嘛 他是在意大利生活的 然后他放了段什么呢 是就是上个星期打气球 那个事情 F22打气球 那个事情 就是美军可以在一个星期后 一次军事行动后的一个星期后 把详细的那次军事行动的录音 指挥官和空中部队 和空中部队之间的沟通的录音 全都放出来 我觉得就是很诧异 你们这种事情在中国 或者在其他国家 可能是不可想象的 这完全就是个秘密 对别人来说 所以由此我就想 就想到了我们可以每天 在马路上 我们这个city 看到各种各样的执法单位 特别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三种车 警地五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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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十多次 就是 首先美军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次 这些警察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的观点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就是他们要让纳税人知道 你的钱花到哪里去了 就懂了 就是让纳税人知道他们在干活 对 那这是我的观点 以前也有朋友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在呢 是 比如说 你报一个火警 消防车要过去 但是消防车到的同时 可能火警 伴随着其他刺身灾害 那么警察也要到现场 其次 火警一定意味着有人会受伤 那么救护车也要到 对不对 好 这是如果你打火警 那如果你打救护车 我们家一个老太太摔跤了 那这个时候 可能伴随着 她没有办法来开门 我需要有人破门 破门怎么办呢 消防队要破门 所以消防队来破门 那么伴随着消防队来破门 可能我要有人证明 或者有人保证我才产生安全 那这个时候谁来呢 警察要来 所以但凡你家有点紧急的事情 这里911第一件事情是问你的家庭地址 然后这三种车 然后这三种车同时先出来 到半路你不需要了 才开过去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想起来大概就几个星期前吧 我们咖啡馆 这个旁边是那些公共的区域 有个老太太突然就不动了 就就是突然不动了 然后呢 旁边那个人是对着我 打叫说 security 让我去找那个 魔里面的 那个security的宝 就是那个office 好 然后我让员工打电话了 然后员工打好电话之后 那个保安大概 不到一分钟就来了 然后他们其实同时还打了911 那么那个保安来了之后 过了一会儿 老太太开始动了 那其实那老太太刚才不动 也挺 挺吓人的 是不动的 对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911就就是 现在那个 他们就就过来了 就是消防车就过来了 然后就看到 他们过来之后 拿着就是 询问他所有的信息 因为他就坐在我们 这个旁边 知道吗 所以就 要不是不方便 把他拍下来 其实我其实挺想 把他拍下来 不方便 不方便 然后的话呢 这个消防员给他量血压 然后做所有的问询 再过了一会儿 就那个单架就进来了 其实老太太这个时候 应该是能动的 但是单架就进来了 然后就被撤了出去 估计就是 应该是去医院了 那其实怎么讲呢 这个时候你想啊 这个人应该身边 也没有认识的人 那么身份核实 这些事情 其实就需要警察 这边来做了 那么消防员 其实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 消防员来干嘛 因为毕竟是一个 公开的一个场合 但是的确 一样的呀 如果你有 不方便出去的 你需要破差 那肯定是消防员呀 对 对吧 然后我还想到了 那个时候 在国内很火的 那个欢乐颂 第一集 第一集里面 那个安迪 刘涛演的那个角色 当时听到那个 不是第一集 就后面的这几集 就是他那个自动门锁坏了 他因为从美国回来的 所以他第一反应就是 我打911 其实这个真的是和这个国内是不太一样 当然 这个也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问题 不管是911还是119 其实对我们而言 就这个熟悉的就好 但的确有的时候 就是每天你都可以在马路上听到这个乌啊乌啊乌啊的声音 大小小时候都叫 真的 因为大家开车 就一定要知道 就在这边的话 一旦听到这个声音 第一反应就是车子要停下来 这个已经变成了一种肌肉反应 让路 对 所以这边的车 其实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 就是如果稍微还有点条件 大家会往靠边停 然后如果实在没有条件 就停下来 然后你要知道在这里911有时候呢 你也不要滥用 我觉得我因为我们住在一个老区 其实老人家蛮多的 我们家对面有几个老人家 我就觉得他有点滥用 那说实在年纪是很大了 不谈了 就是一天来三次有点过分吧 没有没有 一天三次呢 这是偶尔一次啊 但是真的 有这么一个月 基本上每天消防车 消防车和救护车都来 那几次就那晚上10点 我们俩都准备洗碗睡觉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那个什么事 10点的时候他不是乌瓦来的 他亮着警灯 但是警笛是关掉的 他怕是朝你休息嘛 后来我们知道 我们对面这对老夫妻呢 年纪真的也很大 后来好像是社区给他们专门派了每天会来的公益的那种护士 但是就好多了 但是护工来 还后面还是来的呀 比以前要好多了 所以就说就算你是大学人啊 就算你进医院你还是要医保付钱 但是你真的不要滥用 对吧 对 什么事情都会都会叫打911 真的什么事情都打911 有的时候像我很喜欢那部美剧 跟大家讲过很多遍的嘛 那个Rocky就是你会发现这边的警察 这边的那个Firemen 他们真的好忙好忙好忙 还有呢就是有钱的City呢 警车好警员漂亮 我去年做过一个统计嘛 还是那个陈警官说 就是我们Arcadia是洛杉矶88个City里面 收入最高的警察 这个我们证实啊 Arcadia的那个警察年收入 今年开始可以上10万了 是最低的 就是你进去他就能够上10万 好厉害 就是最差的 对吧 对 但是不是最有钱的警局 最有钱的 我知道的我们附近有两个City的警局 非常有钱 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说的Sambalino 我最不喜欢那个Sambalino 他们有钱吗 有钱 就是我有几次在Sambalino那边被拦下来的时候 来说为什么被拦下来 车灯坏了 那个警官从后面把我拦下来 先生你知道你的车灯坏了 我说我知道 快去修哟 我说好的 我知道 台湾强的 不是不是 说英文的 还有他们的Sambalino的警车 是我们附近几个City里面最漂亮的 别的警车是被漆成白的黑的 他们是全黑的 而且明显就比别的City的警车好 还有我拦下来那次他们是个非常漂亮的女警 就是那种墨西哥裔的女警 真漂亮 而且他们是有规定那种发型的 输在后面 然后身材又好 又是紧身的制服 真的很漂亮 太不得喜欢在那边被警察拦下来 我不喜欢 还有一个City有钱 就是那个Blowberry 不要乱发音 你说白不理 白不理 白不理其实是我们加州排名top3的有钱的那个City 他们真有钱 他小吗 他整个City 他平均的那个移动房子的房价应该是在400万美金 离我们这边大概开车10分钟 正常的呢 都是什么1700万啊 对 2200万啊 美金啊 这种价位的房子 知道吧 然后 它里面 它其实这个City非常非常小 它只有一个山头 它没有自己的消防队的 它的消防队是和蒙罗威亚共用的 但是它有自己的警局 你想到了吗 在哪里啊 我不知道 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 我看到过他们那个City Belt的那个警车的 对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City 他们还有自己的警局 你觉得可想而知 他们这个City多有钱 他们的警车也非常好 他们的制服也非常漂亮 但他们警局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啊 你这个City太小了 你想就一座山的嘛 就太小了 都是纳税人养着 你想他房价这么高 这个地税 当然是有钱的了 对 所以我们的以后 不管是我们Acadia的消防队 还是警局 他们经常会有那种五块钱的早餐 其实他们不是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沟通社区之间的关系 包括像我们昨天去参加的那种什么游园会啊 学校里组织的活动 他们都会来 那个游园会 就是拉近 那个游园会我就不拍了啊 那个游园会太糟糕了 不不能这么讲 一群中学生搞的 不是糟糕 就是比较简陋 对 所以拉回来 我们不开五轨电车 每次都二十多分钟不好 十几分钟过了 就是说你到美国来生活 一定要习惯每天 哇哇哇 知道 不管是警车消防车 还是救护车 看到了就让 还有飞机 那个直升飞机 也是几乎每天 对 还有呢 你一定要记住 那些钱 他们每天出来 为什么这么勤快的出来 是为了像本地的纳税人 就是你证明 你的税没有白交 知道了吧 这是你的理解 好了 我们继续干活 继续报税 报税记了呢 有空跟你们说 今年怎么报税 没有 今年还是要说一说的 今年报税挺麻烦的 好 就这样 拜拜 拜拜